好在这一边呢 啊我们要找sum of the first p terms for the foreign gp gp呢他的那个 sn 呢 会是 a r power n-1 over r-1 或者是我的 sn 等于 a 然后1-r power n for 1-r ok 然后当我的 r 大过 e 的时候 我用前面这个 r 小过 e 的时候 我用这一个 so 我在这一边我的 a 是4 我的 r 是40除4 他是10 so 他在这一边他要找s6的时候 这个是大过 e 所以我用前面这个 formula 所以他这一边就4 然后10 power 6-1 over 10-1 ok so 在这一边我就分数 4乘挂弧10 power 6 然后-1 然后这一个是10-1 然后我拿到答案是44 444 4 ok 444 然后444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a 是我的 first term 3 r 是6除3也就是2 然后我现在要找s这个大过 e 我用这个formular 所以他就3 然后 2 power 10-1 over 2-1 ok 所以2-1其实是1来的 所以这一个直接是3 3乘挂弧2 power 10-1 所以这个答案是3069 3069 好就是这样 3069 好 接着在这一边我的 a 是364 我的 r 是 negative 332 over 364 ok 所以我拿到的是-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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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在这一边 他上面是 negative 然后332 然后他的分母这一边是364 嗯 他会变成-2 -2的情况之下呢 我还是用同一个formular so 我的s7是364 然后-2 power 7-1 然后-2-1 你不sure 到底是用哪里一个的时候 你用随便一个都可以 因为他拿到答案都是一样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 你看啊 我的这一个 我有这个分数 上面这个是364 然后乘挂弧 然后 这个是 哎呦 -2 cower 7 然后 -1 然后他这个是-2-1 so 我拿到的是129 百64 所以 这个答案是129百64 129百64 如果我刚刚的这个formular呢 我用那一个 呃一减 的情况之下 一减-2 一减挂弧-2 254 然后上面的这一边呢 我是用1-Rpower n 的话呢 我拿到的答案 其实还是一样 descrição 所以就是说在这边 虽然参考书 他给你两个 ok 课本给你两个formula 他有限定说在这一边 这个是for modulusr ok for modulusr 小过e 这个是for modulusr 大过e 才可以用 然后可是事实上 你所有的 case 都用第一个 或所有的 case 都用第二个 都可以的 没有问题的 ok 然后在这边 我的 a 等于减一 r 等于 5 等于 所以它是减5 不过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劝你们 还是跟着会比较好啦 因为 课本是讲 modulus r 大过 e 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formula 所以你遇到这样的东西的时候 你还是用这个 formula 会比较好 所以我的这个 呃 s 8 的时候呢 他会减1 然后呃 减5 power 8 减1 然后减5减1 ok 好 所以在这边 他这一个是 negative 1 乘挂弧 然后 negative 5 power 8 减1 然后 over 这一个是 negative 5 减1 所以我拿到答案是65104 所以这个的答案是 那个65104 好 第九题 第九题 他要我们 find the sum of all terms from third term to eight terms of the gp so 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的 a 是2 我的 r 是减12除2 减6 然后我要从第三个 t1 t2 t3 t4到 t7 t8 我要第三个到第八个的这一个 我要找的是这 这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知道第一个加到第八个是 s 8 然后这两个我不要这个是 s 2 所以这个其实是 s 8-s 2 所以在这一边我找 s 8 然后他这一边就有呃 这一个我我还是用回那个 a r power n 的那个方法 2然后减6 power 8减1 然后减6减1 然后我的 s 2呢 s 2其实我不用用formula的 我直接2加减12就可以了啊 然后他就是减10了 ok 当然你你用那一个2挂弧 然后减6 power 2减1 然后over减6减1 你也会拿到减10的 来我们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2 然后挂弧 negative6 然后power 8 然后减1 然后下面是 negative6减1 然后我拿到的是 减47 哦好大的一个号码 negative479890 然后如果我刚刚把这一个把改成2的时候 那他就拿到减10了 那就前面两个加上来而已啊减10了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呃 s8减s2会是等于negative479890 减negative10 所以他会变成negative479880 好就是这样 ok 好接着我们看第十题 the sum of the sum of the first antenna of the gp 是这么多 他让我们找n so我的这个a是564 我的r呢是negative516 over564 所以我拿到的是negative4 ok 好 然后你其实可以按计算机来拿这个 我是用行算算出来 ok 然后 在这一边他告诉我 他sn是 这一个256 164 sn是什么呢 就是a 我们的sn呢 等于a r power n减1 over r减1 so 564 然后 呃 减4 power n减1 over 减4减1 等于这个64 我乘了再来加 我把它变成假分数 所以我256 乘64加1 所以我拿到的是16385 16385 16385 so 我在这一边这个是减5 这个是negative5 我把它乘上去 所以我有564 然后减4 power n减1 然后等于这个 呃64 我这个乘减5 跟它乘上去 乘negative5 啊不要我这个我留着 这个是16385 乘negative5 乘negative5 为什么我 我这个没有跟它乘进去 因为我看到这边这个5 等下移过来的时候 这个可以月掉啊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甚至是可以 这个5跟这个5月掉 然后这个64跟这个64月掉 我乘过去就月掉了吗 所以它会变成减4 power n 6384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拿到我的n等于7 好 就是这样 好 接着我们看第11题 the sum of the first n term of gp 是sn等于这样 它叫我们找第8个terms ok so 第8个terms的话呢 我知道t bar呢 直接拿s8-s7 所以我的s8是什么东西呢 就36-8 38-28 然后我的s7 3power6-7 然后37-27 这样 so 在这一边我喜欢用计算机 3power6-alpha x 然后过来 乘挂弧 3power6-alpha x 然后-2 power6-alpha x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 我再按calc 我放8进去 它会变成这一个 然后我再放7进去 它会变成这一个 ok 所以这个等于6305.9 这个是2059.3 所以这个是6305.9-2059.3 所以我在这一边 这一个呢 它就会变成了 这个6305 over 9 然后减 这一个2059 over 3 so 我拿到的答案是 这一个 这一个 ok 呃 14又 over 9 so 它答案是14又 over 9 14又 over 9 好 就是这样 so 接下来第12题是属于s infinity的题目 我另外的影片再拍� leo 我deo